2017的统计结果,中国大陆总人口13.8亿,男比女多3359万。 也许你更关心的是,多的这3000的男性单身狗怎么办,也就是说,可能会多出3000个单身狗,有人担忧,性别比例失衡,会产生重大的社会问题,但其实这样的担忧是多余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50年前苏联和德国的总人口性别比,分别,只有79.88和81,但也并未出现妇女无夫可嫁以及男女失衡导致的社会问题。 如果说男女比例失衡真的有什么问题,那就是女性变得更值钱了。 如果10个女性和11个男性进行配对,那么可能会有一个男性会发现自己是那个多余的人。 但如果进行配对的是10万个女性和11万个男性,多出的1万人完全感受不到人口比例不均,而只能感受到自己的竞争力太差。 性别失衡将带来的是男性整体上对追逐女性的成本更高,类似于短缺引起的价格上涨。 宏观上可以说我们社会的每一个适龄男性都在为这种失衡隐形的付出代价,每一个人都支付了更高的成本来引起女性的欢心。 而不是只是这3000万个男性单身狗,你有什么想法?欢迎在留言区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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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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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